大学同学聚餐时,一个男同学说起了他在上学时做的一件傻事,因为比较招蚊子,大学军训的时候经常被咬,下面的头也遭了蚊子毒口,他没有多想,就随手抹了风油精止氧消肿,一开始还没感觉,但十秒之后来劲了,刺痛难忍,水洗了也没用,于是忍不住捂住命根子在宿舍乱跑乱叫, 直到感觉当下无误,好像下身已经不在身上,敏感部位禁用风油精,如果说大学同学是吃了粗心无知的亏,有些人就是专业作死了,之前就有过新闻,某女网红在直播时因老板打赏,表演在风油精低四处,结果下面像火烧一样的剧痛难忍,直接打了120被送到医院,还有些人是听信风油精能助兴的传言, 一下子把自己和伴侣都送走了,在这里,专门提醒一句,风油精对人体粘膜有强烈的刺激性,不能涂在敏感部位上,对女性而言,风油精接触四处的粘膜,会引起严重的刺激性疼痛,损伤粘膜,有可能会引起阴道出血以及阴道炎,如果滴在男性敏感的钉钉上, 会刺激局部血管收缩,导致刺痛,甚至暂时不能勃起。男女双方在尝试新花样前,一定要先确定安全性。 风油精的真正功效根据国家药典委员会的记录。 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有薄荷脑,水洋酸甲脂,张脑,安油,丁香酚。 再配上香精,叶绿素和叶状石辣制成祖母绿色的液体。 薄荷脑有清凉,舒风,清热的功效。 水洋酸甲脂有趋纹,消炎,阵痛的作用。 张脑有趋虫功效,还有止氧,消肿,止痛的作用。 安油能驱风止痛,丁香酚能抗菌,震痛,消炎。 从配方成分来看,风油精功效实在。 蚊虫叮咬,头痛鼻塞,运车运船都能用它治一治。 另外,风油精还能内服,适用于咽喉肿痛的情况。 一次4-6滴可有效缓解不是症状。 风油精的生活妙用风油精本身在民间就有万能药的美成。 但生活达人显然不止满足于它的药用效果。 如果我们碰到生活问题,风油精也能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。 一,去臭。 夏季多汗,脚臭的威力更大了。 在斜腕和双脚涂抹风油精。 有很好的杀菌除臭的功效。 二,去除胶痕。 撕掉商品上的标签,胶带后总会留下一道胶痕。 大多数人不是用指甲使劲刮,就是用刀片划。 一不小心就在物品上留下痕迹。 但如果将风油精滴在上面, 几十秒后就可以用湿毛巾擦的前前进进了。 非常快捷轻松。 三,掩盖信息。 快递单。 外卖单上总有些我们不愿意暴露的信息。 这个时候可以把风油精滴在上面。 通过同性相容的原理,单具上面的字体会自动溶解。 风油精的使用禁剂。 一是使用部位有禁剂。 皮肤破损处包括溃疡。 烫伤、破皮等、粘膜部位、眼。 鼻腔内部、丝处等不能涂抹。 刺激性强、容易引起灼伤等问题。 二是使用人群有禁剂。 有些风油精的说明书上, 白纸黑字的写着孕妇及三岁以下儿童慎用。 但医生建议不要使用。 而这个禁用范围还要加上哺乳妻妈妈以及残痘病患者。 这主要是由于脏脑成分有一定毒性。 但接触人体后, 会与体内的葡萄糖、磷酸脱青霉相结合。 从而变为无害成分, 通过排泄离开人体。 但孕妇三岁以下儿童, 残痘病患者缺少葡萄糖、磷酸脱青霉。 没办法发生反应。 脏脑接触到宝宝可引发黄胆, 严重能导致脑损伤。 而残痘病患者则会导致急性溶血。 出现酱油色尿, 腰痛腹痛, 甚至急性肾衰竭, 休克等症状。 不建议哺乳妻妈妈使用。 是害怕通过乳汁将有毒成分输送到小宝宝体内。 风油精确实是好东西, 但用错的危害也不可小觑。 不要踩雷啊! 好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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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!